第五十七集 直至回到城府,少商始终沉默不语,靠着车臂呆呆出神。 承杨担忧,问道,席面上又有哪家女公子言语,欺悟你了吗? 他今日结交了几位气味相投的手帕娇,缩在角落中相谈甚欢,并不曾注意旁人。 少商吃笑,借他们俩胆。 萧夫人也察觉到了女儿情绪低落,问,是楼家哪位清肠给你脸色看了? 楼大夫人显然已被丈夫说服,今日和家女眷在无不逊之言行,但这么大一个家族,难免有个别刺头。 少商傲然道,谁敢?我让阿瑶这辈子都不认这清肠。 询问不出结果,萧夫人只好放女儿回屋,晚膳时见她依旧无精打采。 没吃几口,就搭拉着脑袋回了自己居处。 当天夜里,城府这片院落间忽想起了一阵清亮的笛声,婉转低沉,如气如素。 曲雕并不忧伤,而是一种不知归去之路的迷惘和怅然。 萧夫人睡不着了,睁眼听了半天,呼得起身要掀开漫帐出去,却被丈夫从身后抓住。 城市闭眼道,我劝你别去。 萧夫人皱眉道,今日从楼家出来,我就觉得不妥了。 不成,我非得去问问不可。 城市连眼皮都没张开,你问了,鸟鸟就会说。 萧夫人一致,又道,那我去问她身边的事必。 也不要去。 就鸟鸟那副心窍,你前脚问了她后脚就知道了。 你觉得,她会高兴你,查问她身边的人。 城市换了个睡姿,你们母女进来,好容易缓和了些,可别再闹起来。 你就不担心她心里有事? 除了懵懂童子,蠢人才心里没事呢。 鸟鸟大小也要嫁人了,就不能有个伤冬悲息的。 是伤春悲秋,不是伤冬悲息。 好好,伤什么都好,别伤了身子就行。 哎,阿富还是去早了,鸟鸟这才学弟多久,就吹得这么好了,听的人心里酸汪汪的。 阿富若还在,我们就算把鸟鸟留在都城里也无妨,说不定还能交出个名阳天下的大家来。 萧夫人不语,片刻后才到,难道就听她一直吹,你能睡着? 有何睡不着? 好,以前阿富心里一不痛快,就喜欢半夜奏些悲喜苦惜的曲子。 有时吹枭,有时弹琴,有时还击打鼓搏呢? 我们兄妹不都睡得好好的。 好了,你也躺下吧。 萧夫人待坐床头两久,才想,过世的君就真是不大容易。 好在绍商以前到底是常年和居的人,寝室闻名还没被狗全吃了,吹完一曲就熄灯睡觉了。 第二日醒来,又是神采奕奕,看不出半分心事。 楼瑶原本又想日日上门,楼太仆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住了,揪着折丢进书房读书。 只准他五六日去一回成家,谁没做过郎序啊,八戒七家也得有个分寸。 就跟上辈子没讨过心腹似的,直将楼市的脸丢尽了。 北宫门口等求举荐为官的都比自家者的嘴脸矜持。 然后绍商神奇的发现,自从楼瑶没法天天上门后,自家兄长们全都脾气通顺,面色和善了。 你们看不上阿瑶吗? 绍商百思不得其解,便偷偷问孪生哥哥。 成少公道,我们没有看不上楼公子,我们是看不上你。 每每见了他就笑得跟咬着了鸡腿的隔壁,二望似的。 二望是条黄狗。 这番谈话的结果自是绍商勃然大怒,将整合薄旗倒在成少公头上。 并且再也不要兄长们领着外出。 萧夫人刚在儿子们面前夸了哨伤两句,成少公就顶着鹅脚的伤,开始进谗言了。 阿母。 鸟鸟这是怕管理家务会耽误他出门办自己事,这几日他老出门呢,也不叫我们陪着。 以前都是他们兄弟陪着幼妹出门的,谁知萧夫人半点气也没有,还悠悠道,鸟鸟身边有势必和家丁跟着,会有什么事? 总不能再领一个狼婿回家吧。 成宋嘴巴一动,和长兄成勇互看一眼,兄弟二人低下头去,什么也没说。 因为他们有次看见袁慎送幼妹回来,直到巷口才分离。 事后,他们兄弟也偷偷问过嫂商,谁知嫂商一脸光明磊落,就遇到过两次,没有第三次了。 都是蒋叔父和叔母的事。 袁慎就是袁慎,形式风格一点没变,他又叫人盯着城府门口。 待看见成少商那辆烧包的金红色小摇车出来,就让蒲丛一路跟着一路来回报自己。 才子佳人相见,本应十分赏心悦目,如果两回见面的地方不要那么奇葩就好了。 头一回堵到女孩是在城角一间铁铺中,对着烧红灼热的铁炉。 才子佳人具备烤的脸颊燥热,发丝卷曲,好似一对漆黑乌糟的烧炭公婆。 次回见面则在城外不远处的一座墨房中,迎着空气中扑扑飞扬的骨壳和细面。 才子佳人都被扬了一头一脸的粉白辉煌,换身衣裳就直接可以接管墨房了。 你就不能去个书铺金店什么的吗?花铺和织粉行也好呀。 在回城府的途中,袁慎骑马随行摇车,心中十分无语。 是我请你去的吗? 少商对于打扰自己进行调研的家伙十分没好感,有话就说。 上回你说什么来着?哦,你说皇府夫子已在山间安顿下来了,怎样?又要找我弟信? 我可不干。我说的话你一句没听进去。 少商翻白眼,道,那是因为你在铁炉旁没待上半课就逃出去了。 那次会面,连上在铁铺外的寒暄,两人总共没说到十句话。 袁大公子就被烟气熏得险些咳出肺来。 袁慎抑郁,他从没进过铁铺好吗?人都快烤熟了,气都喘不过来。 不是叫你送信,夫子只要知道桑夫人过得好就行了。 若有他能帮上忙的地方,桑夫人和令叔父不好说,你悄悄告诉我,皇府夫子能帮就帮一把。 你这样看着我作甚,没别的意思,就是夫子想自己心里好受些。 少商笑道,这还差不多,叔母当年为皇府家所做知识的何止点滴,夫子能想明白就好。 那我就替叔母应下了呀。 这么实惠的事当然要答应。 还有,袁慎神情郁郁,我也要相看亲事了。 少商哈,哈大笑,这是正经事。 老人家们都说,越挑剪就越胜不下好的,还不如快刀斩乱麻。 到时我和阿瑶上门给你喝喜啊。 袁慎心中恼怒,白玉般的面颊微微泛红。 他恨恨道,谁家的快刀也不能像你。 人家一提亲你立马就答应,早知,早知,说着,他双腿一加马腹,用力调转马头。 迅速侧马离去,徒留下巷口的马蹄声。 少商摸摸鼻子,装作什么也没听懂的样子,开开心心地回府去了。 又过了数日,到了一年中春光最明媚的时分。 国子鉴,有个如生呼向皇帝尽献了几枚陈旧的书简,尚有衬语,意思仿佛是东方有碎。 将应者,致灵也。 皇帝十分重视,立刻召集几名心腹臣子一番探讨后,得出结论,碎自乃山顶头。 应是都城东边那座屠高山,需要献祭山中生灵,原本应该御驾亲临大肆行列一番的。 但皇帝仁慈,表示当春乃万物繁衍之时,不宜过度屠戮,于是改献列为祭祀,向山林奉上各种粮食古重。 儒生们自然群起歌颂,赞扬皇帝如何英明仁慈,粮食古重本就比列武更为圣洁云云。 如此一番,皇帝便带着后妃和少得可怜的宗室,在典上一堆官员一同前往屠高山献祭。 成老爹也被选中了,此次虽说是献祭,在少商看来,更像一场大型的春游野宴,因为被选上同网的官员还能携带家眷。 成家人少,除去不能去的成母和成小柱,此行统共夫妻二人,加上三兄弟和成央少商。 在城门口和万家车队会合后,车行大半日,终于到了屠高山。 他们到得不算晚,此时山脚下已是遍地人宗马蹄,远远望去,以正中间那座最醒目的玄色乡边的朱红金顶大帐为轴心。 四面铺开的各色丝帐,蔓延开去足有好几里地。 如于侯家的那片十几座的帐篷,巨石清一色的电蓝色锦帐箱上苍白的象牙雕刻的族徽。 高贵端庄,如吴大将军不大讲究细处,便是五彩斑斓各种颜色的帐篷堆在一处。 再如韩将军喜爱卖弄的斯文,家中十几座帐篷全用青竹和青布,一眼望去避幽幽的。 倒显得十分凉爽,还有喜爱玩闹的,如皇后之地宣侯,居然将帐篷装扮得犹如稻草扎的茅屋般。 走近一看却是贴了成树的金箔银卷,惹得众人既艳羡又好笑,也惹来皇后一通怒斥则骂。 宣侯只好连夜拆了重搭一座寻常的帐篷,万成两家照例将帐篷搭在一处,两家人嘻嘻哈哈在一起用膳闲聊。 只可惜,次日一早要搞迷信仪式,当夜不好饮酒吃肉,只能用些蔬菜饼耳,以及刚从山下溪流里捕捞上来的鱼虾熬好的鱼汤。 不知道是不是少商心理作用,他总觉得这次祭祀似乎形式大约内容。 天不亮时,万松伯和成史穿戴整齐官袍就赶赴玉帐处,其余家眷则留在原处。 跟着响亮的锣鼓升行跪拜扣手并助导之礼,足足闹腾了一上午才算完。 大概是贫血的缘故,少商撑着发晕的脑袋在帐中休息片刻,出来时已是物是人非。 万七七和成颂去参加班老侯爷设奖的射箭赛马会了,成庸本玉找几个同窗论文。 却被提前找上门来的尹家兄妹拖走了,成少公圆想待在帐内看书。 谁知展卷前习惯性地补了一挂,得出身时出课前不宜留在原地的精准挂像,他摸摸鼻子。 只好出去晃荡一番。 萧夫人和万夫人对坐聊着家常,承阳照例乖巧地陪在一旁,看见少商出来。 还告诉他楼窑来找过他了,见他休息就没打扰,也被成二哥拉去了。 少商想了想,决定不要浪费这样好的春光,便戴上帷帽,骑着心爱的奶牛般小花马。 漫无目的地独自悠哉去了。 沿途遇到谈笑的小女娘,结伴的是子,甚至差点惊到了鼠对野鸳鸯。 路过一层花树,他还摘了几只编成一个的花环戴在小花马头上,摇头晃脑尖。 欲发显得蠢萌可爱,只把少商逗乐了。 他自小不爱人多的地方,自是被向徒高山往四边丘陵处而走,谁知没其多远。 居然在前方西边看见袁慎和一群文士搭扮的青年在亭子里逐久送文。 幸亏他带着帽帽无人认出,于是赶紧拍着小花马的脖子转向而走。 他边起边想,为什么他老是容易被人遇上呢? 那是因为他总喜欢往水边跑呀。 如果不想再遇见熟人,也许他应该转换思维,反向而走,例如,少商抬头望去。 只见不远处的山丘上有座小小的楼阁式木塔。 少商心里一动,他正想看看这天子形状和薰贵遍地的景象是何等气派。 可惜他家老爹官位不够,根本没法凑近了看,还不如从高处俯视呢。 心念已定,少商于是迅速策马奔去,骑行到离宝塔还有几十丈处,山丘上碎石密布。 道路高耸临寻,他腾惜小花马年又提嫩,便将它拴在一旁树林里,自己提群步行上山。 这山丘远处看来小小一个,真爬起来却颇费力气,少商爬得气喘吁吁,才来到塔下。 只见塔门上,捐有宴回二字,然后推门而进,同时喊着可有人在。 扯着嗓子喊了十好几声后,少商发现,这塔里竟然没人,于是回头关上塔门。 小心地往里走去,这是一座附近乡民凑钱建造的新塔,用以供奉最近新兴的宗教偶像。 整座塔内部雕饰得虽不很精细考究,但木料,结实,崭新,同油漆的也闪亮,打扫更十分干净。 少商便一层一层地爬了上去,足足爬了七层踩到塔顶。 少商俯着剧烈起伏的胸口,一边喘气一边端向供奉在塔顶的这座几分眼熟的小小石像。 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才对嘛。 不过,线下这十项还带了几分原始的争鸣,等再过上几百上千年的演变,就会变得慈眉善慕阿米豆腐咯。 少商本想推窗去看,抬头间发现屋顶竟撑开了一扇天窗。 在做太妹预备役之前,她首先是个顽童,爬树翻墙的技术,可入选拳阵前三甲。 当下扎起裙摆,顺着栏杆和边柱往上爬去,先弱但经过锻炼的身体竟然灵巧地攀了上去。 穿过天窗翻到屋顶,温暖的春日阳光变洒变全身,少商惬意地深吸一口气,觉得通体舒畅。 放眼望去,只见涂高山下一片小如蚁裙玩偶的人群马匹和帐篷,在绚烂的。 阳光下就像万花筒里的五光石色。 这种感觉实在诱人,少商索性频频躺到坡度微缓的屋顶上,以袖遮脸。 享受这难得的片刻宁静和温序日光玉。 谁知,这一躺就迷迷糊糊睡了过去,等在醒来时日头已偏歇了。 少商一拍脑袋,哀悠一声,她想起萧夫人曾吩咐过,皇帝今晚要宴请群臣,皇后便宴请群臣的家眷,务必要在有十二克钱赶回去,到时人家纷纷入座却少了她,虽是群言。 但若被有心人看见后告上一桩,麻烦也不小。 此时没有手表,少商也不知究竟什么时辰了,赶紧提起天窗撑住了。 然后滑溜地顺着原路爬了下去,离开第七层前,还朝石像拜了拜,谁知刚走到第六层。 她隐约听见厢房里有人声。 这座塔是最常见的六边形结构,除了第七层是个供奉石像的小阁楼。 下面六层都是同样大小,同样构造,六边形的平层,一小半用来做楼梯通道,其余面积对分两半,一半是厢房,一半是通向栏杆露台的平地。 少商懵懵懂懂,尚弄不清状况,攀着楼梯扶手凑近一听,听见里面有两人在说话,言语听不甚清楚。 太子这回见识到快,两个时辰内就找人解释了那趁雨,逃过一劫。 若是,倒好了,如此性情怎看太子之位,废楚势在必行。 少商背心一片冷汗,他害怕起来,这种害怕不同以往,仿佛一块冰冷的铸铁色进他的胸腔。 坠坠地,寒气四溢,不知僵住了多久,他克制住疯狂叫嚣地逃跑,欲望,轻手轻脚地缓缓往后退去。 希望能回到第七层,躲一躲。 谁知刚靠近窗台,头顶伸下来,一只有力白皙的手掌,少商几乎尖叫出声,用力双手捂嘴。 硬是一点声响,也没发出来,抬头看去,竟是一张熟悉俊美的面庞。 凌不宜,半个身子攀在梁上,看见少商在下面,似乎也吓了一跳,随即呼啸了起来。 他本就生得极美,此时舒然一笑,漫山的春色都不如他的神色明媚。 少商看花了眼,居然忘了害怕,也呆呆地回忆一笑。 这时,厢房里,终于察觉到外面的动静,其中一人沉声道,谁在那里? 说着便要推门出来看是谁。 少商再度吓住了,心提到了嗓子眼。 灵不宜略一思索,迅速一跃而下,伸手抓住少商,然后带着他飞身往塔外跳出去。 这次少商终于忍不住响力声尖叫,不过因为惊吓过度,居然叫不出声音。 只能在心里疯狂大喊,这里是六层呀六层,你以为是在拍武侠片。 没有威亚你拍什么武侠片。 本集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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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обще vu fornu观看。